欢迎来到美国大选倒计时 今天距离11月3号的大选还有80天 星期二民主党竞选重磅消息 候选人拜登宣布来自加州的参议员贺锦丽 Kamala Harris将成为她的总统竞选搭档 我们可谓是见证历史咯 因为贺锦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亚裔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她的母亲哥帕兰来自印度癌症医学专家 父亲来自亚买加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55岁的贺锦丽是名副其实的移民的女儿 会有多少移民美国的华裔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为美国总统或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回看贺锦丽的从政经历可谓是一帆风顺 2003年贺锦丽当选三藩市地区总检察官 2011年她成功当选加州的第一位女性总检察长 2016年她赢得了参议院的选举 目前是参议院情报与司法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而在2020年拜登宣布贺锦丽成为她的竞选搭档 贺锦丽的政治立场属于民主党当中的温和派 在医保、移民、枪支犯罪等政策上实际上和拜登很接近 她在加州做检察总长的时候发起严厉打击犯罪 而也以对华尔街毫不手软而著称 当她以信任姿态进入参议院 她行事风格伶俐 坚韧、聪明、热情 也富有个人魅力 而她独有的黑人男亚裔的背景呢 又为拜登在进步主义阵营当中加分 所以说这是拜登一个聪明又勇敢的决定 在去年贺锦丽也参加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战 而且在台上是直接的怼拜登 提及自己小时候进入黑白混血学校的经历 而拜登那个时候作为参议员没有积极支持 当时的场景是引发了全国轰动的 之后呢她退出了提名战 而拜登呢并没有因为自己挨怼 就对贺锦丽有成见 相反呢她挑选贺锦丽作为搭档 认为她是合格的副总统候选人 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拜登的行事大度 贺锦丽1964年10月出生在加利福尼亚 父母在她7岁的时候离婚 母亲独自抚养她和妹妹玛雅两个人长大 因为母亲在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工作 卡玛拉在蒙特利尔度过了自己的高中时期 于1981年毕业于Westmont High School 据说是非常受欢迎的女生 毕业册上她写着超级感谢我的妈妈 之后她进入了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 霍华德大学完成本科 然后呢是加州大学的法学博士 2014年她与同样是法学博士的加州律师恩霍夫结婚 她年少时期常常随着母亲拜访在印度的外祖父母 贺锦丽的外祖父曾经参与印度独立民主行动 是名副其实的进步派 常和年纪幼小的她探讨民主人权的重要性 告诫她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无论她的出身如何 这个幼小的贺锦丽的内心种下了为公众服务的种子 在竞选中她曾赞扬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抚养大我和我的妹妹 她的皮肤是棕色的 她的口音浓重 人们会因为这些而轻视她 但是她一次又一次的证明那些人是错的 因为我的母亲 因为她的信念 她拥有梦想的能力并努力去实现它 这是为什么我作为移民的女儿 得以站在这里竞选美国总统 作为女性 有色族裔女性又是强势的女性 可以想象贺锦丽一出现 必然会受到一连串的攻击 好戏还在后头 总统川普一听说贺锦丽成为了拜登的搭档 回应时就用了她对很多强势女性使用的词 这是个恶毒的女人 未来的80天会是一场恶战 关系到美国的前途和命运 感谢关注美国大选倒计时 燕子世界不定期更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